新龙和新老婆移民到美国 小女儿交给刘真父母 刘真父母痛哭承认新龙那全部刘真留下的财产去美国了 兼据刘真离世早已以往一年了 新龙在本人账户平台留下的最后一个动态便是发文 牛年到来了 一切都是会更改 大伙也一样希望这新龙在新的一年里能有一些更改 希望着他摆脱家门 真实的保证应对挚爱离世的黑影 摆脱挚爱离世的黑影当中 3月22日台湾媒体释放有关刘真的系列产品信息 在刘真离世一周年的这一个独特生活里 好姐妹杨丽金发文表缅怀之情 死前艺人经纪人任月勤也接纳了新闻媒体访谈 公布发话自身未曾忘记刘真 还告知新龙学会坚强 要好好的的照料妮妮 对于丈夫新龙层面呢 据台湾媒体官方消息表露 有网民在深耕半夜已是拍摄到新龙独自艺人 前去真龙店缅怀妻子刘真 刘真在离世的情况下 其玩家是在侄子刘恒的接送下下葬到真龙店当中 据新闻媒体传言释放到了六楼的VIP夫妇和墓地方当中 恰好有网民表明自身 确实在六楼看到了新龙 但出自于众是不方便拍摄相片 新龙情深意重 刘真离世一周年 深耕半夜独自一人到公墓缅怀妻子 三月二十二日新闻媒体 查询新龙的本人账户 并没有升级动态性 可能他也是第一时间到真龙店 妻子骨灰坛的放置处见一见 妻子表述自身的缅怀之情吧 此外可能也是新龙 带上闺女对妈妈的想念之情 想亲自说给妻子留真听 还记得上一次新龙发文说闺女妮妮太听话了 深耕半夜安慰自己说母亲便是父亲 我想把父亲哄入睡 由于过多想念刘真 新龙深耕半夜失眠症早已变成一种常态话 见到闺女那么听话 心中一酸也是免不了的事 新龙真的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好老公 但这一种态情深的显露也并不太好 刘真离世一周年了 任月琴公布发话他必须英勇起来了 不必太软弱了 必须真实地摆脱家门带上闺女应对一切 刘真的死前艺人经纪人 任月琴那么发话他并不是没有大道理的 或者说要了解吴宗宪宪宪早再前面就早已为他干了许多再出的工作 但奈何新龙告知大伙自身并没有准备好 希望大伙为自己时间 而吴宗宪也乏力的发话 大伙放过我吧 新龙准备好摆脱家门的时间还没有到 大伙多给他们一些时间 一起为他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